假如你在楼梯里遇见了一个背对你的男人 你会怎么做 正确的做法是扔给他五块钱并悄悄的离开 因为在十分钟后 一名女子就因为没有理会 而惨遭男人捅杀八十刀 之后还被扔进废水井等待发酵 时间 2011年10月13日 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这天深夜 家住金城丽景小区李先生下班回家 发现单元楼内气氛有些诡异 先是声控灯无故失灵 然后第二天出门时 楼道里惊现一滩粘稠液体 还有股酱油味 更奇怪的是 妻子徐丹竟整整一夜未归 原来在当晚穿过黑暗的走廊回到家后 接到妻子即将下班的电话 李先生便做好晚饭等待妻子回家 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徐丹身影 于是他拨通了妻子电话 可没向对方静手机关机 这让李先生心里顿感不妙 他赶忙叫上亲友一起出门寻找 可沿着下班路来来回回找了好几圈 就是不见妻子踪迹 莫不是已经回到小区了 李先生又赶忙调取了小区监控 果然在单元楼门口的监控中 发现了徐丹身影 妻子已经进入单元楼 却又迟迟没有归家 这么点个地方他又能藏哪里呢 李先生突然想起了楼道里的不明液体 他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然而就在李先生满大街寻找妻子的同时 同一单元楼内又有人失踪了 失踪者名叫李辉祥 在小区里经营着一家小吃店 据其父所述 李辉祥是在早上不辞而别的 突然之间失去了音讯 李父在苦寻无果后 向当地派出锁报了警 一栋居民楼竟一夜失踪两人 这让民警大感奇怪 当即赶赴案发的进行调查 假如你在楼梯里遇见了一个 被对你一动不动的男人 你会怎么做 正确的做法当然是撒腿就跑 但一名女子却没这么做 然后她就被连捅八十余刀 丢在废井中失血而死 就在民警调查之时 失踪的徐丹竟突然发来短信 字里行间好像是有着什么隐情 莫非是徐丹遇到了什么 难以启齿的事情 修建老公才被迫离开家呢 李先生赶忙回信 让妻子不要多想赶快回来 可发出的信息 却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应 就在李先生胡思乱想之时 勘查的民警传来消息 徐丹找到了 不过现在的他 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被人丢弃在废水井中 经法医检验 徐丹身上遍布刀伤 足足有八十多处 体内脏器全被刺穿 死于动脉破裂 引起的大出血 凶手手段如此残忍 不免让人有些胆寒 到底是怎样的仇怨 竟能让凶手疯狂致死 然而对此 李先生也十分疑惑 他们夫妻俩每天 就是公司小区两点一线 基本不与人产生交集 也没有和谁结过矛盾 那徐丹到底是未被杀呢 随着警方的进一步的走访调查 失踪的李辉祥 进入了众人视线 推开门后 我看到一个男的背对着我站着 然后我随口说了一句 是你吗 然后我以为是那个男的在小便 我就退出来了 这是同单元楼张大妈的供述 张大妈平日里酷爱运动 每天上下楼就喜欢走走楼梯 然而在案发当天 张大妈像往常一样进入楼梯间时 一个突然出现的身影吓到了她 这楼梯间黑灯瞎火的 平日里除了自己根本没人来 怎么今天突然多出个人来 虽然心生疑惑 但张大妈以为对方在小便 还是识趣的退了出去 随后根据大妈的描述 民警发现此人神似李辉祥 并且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 经比对也是属于李辉祥 这下是垂了 李辉祥可能不是失踪 而是畏罪潜逃了 高档小区怪事贫乏 昏暗楼道成命案现场 嗜血赌徒为一己私欲 将美女狂捅八十多刀 抛尸进小区屋警内 嫌疑人身份确认 民警立即对其实施抓捕 最终在2011年11月18日 在列车上将准备逃往上海的 李辉祥逮捕归案 面对警方的审讯 李辉祥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李辉祥已经结婚 并且有儿有女 还开着一家小吃店 家庭美满事业蒸蒸日上 李辉祥已经可以说是人生巅峰 但不知在那一天 他染上了毒眼 经常流连于游戏厅 对老虎鸡等有赌博性质的 游戏情有独钟 每天一下班就奔向游戏厅 渐渐的 妻儿与其原来越生疏 而李辉祥也在短短几个月内 将家中继续挥霍一空 他虽心有愧疚 但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案发前一晚 由于到了还款日 但家中已经穷得揭不开锅 急需用钱的李辉祥便心生邪念 他要抢劫 听说他这个小区里面住的都是有钱人 那么他就到自己这个小区里面住 案发当晚 李辉祥揣着水果刀 静静猫在楼梯口 等待着猎物上门 但很快他就发现 走廊的声控灯还亮着 这势必会暴露自己的行凶过程 于是他用匕首将其破坏 回到楼梯间继续耐心等待 不久 徐丹下班回家 这是个好机会 李辉祥冲出去勒住徐丹 将其拖到楼梯间 他本想抢劫完就走 可没想徐丹却疯狂挣扎 还大声呼喊救命 这让本就慌乱的李辉祥更加害怕 为让对方闭嘴 他脑袋一热便痛下杀手 之后将尸体抛进废水井 然后开启了自己的亡命逃亡 而李先生收到的短信就是他所发 他本想借此误导警方 可没想却作无用功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而李辉祥也因枪劫罪 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要负负负责